今天六月中校東路四段小巷內 水淹到半個人高 機車幾乎全泡在水內 拐個彎 這裡是中校東路553巷52樓 當時住戶家門口盆栽 全泡在水裡 機車和腳踏車也遭殃 家門前宛如一條小河 沙門還不放心 它要領個沙包 沙包是大門要用的 還有另外這一邊的 它有階梯 根據中央規定 住家水淹到50公分以上 一門排一戶可以申請1萬元補助 這一條巷內有13戶申請補助 有9戶通過 但有4戶被駁回 同向不同命 當中因為有人住家前面有樓梯 產生了高低差不及50公分 甚至有淹水時來不及矩陣 跟補助擦身而過 差不多從一區塊泡在水裡面 我們就以這一區塊下去盾 這樣比較公平一點 淹了水大家都跑光光了 回過頭來 各說各話 不要說50啦 30公分 大概可能損失就是幾十萬 是不是上百萬 同樣在信義區的富洋街 整排機車青島泡在水裡 馬路變成小河 轎車卡在渡中央 進退兩難 同一排住戶申請了機煙水補助 一樣碰上正款狀況 根據110年6月4號水災補助來看 總申請建設168件 只核准了72件 撥回率高達57% 很多民眾發現根本是看得到吃不到 我們建議台北市政府必須以中央積極來修訂相關不合時宜的法令 煙水當下要民眾自行舉證 對於第一時間忙著降低災損的住戶而言 實在難為 三連續航拍照 馬鈴幻台北報導